刚看到华航空服处空服管理部经理刘建文 他在广播节目上的这一段谈话 引发了轩然大波 因为他说啊 好像全机就只有总统有买 因为总统太忙了 那么引来了其他随行出保的民进党立委不买 像是立法院副院长蔡奇昌 还有立委罗志正哦 都很生气哦 都喊要对华航提告 那么有随团记者说 自己根本没有买华航这样子的发言 实在是太不妥当了 而立委管理林他虽然没有说到提告 但是他就说了 如果谁查到我有买的话 那么我就无限量的发鸡排请大家吃 而交通部长林佳龙也说 要说话但是不能乱说 昏日华航要截至 总统有买 好像全机就他没有买 因为他可能太忙了 秀德可真开心 但传到他人额里格外侧 尤其是全专机就总统没买 免税品这句话惹毛民进党立委 我就是直接告他 因为这个没有什么好说的嘛 无地方使乱抹黑的 本人一定提告 搞不好他揪团去告 因为我们看到好多位同团的里面 很多人都没有买 随行总统出访的立委 急跳脚欺诈 喊要提告 第一时间没出来的就PO脸书 说自己买免税商品 共一条烟和化妆品都符合规定 要大家放心 还有人祭出鸡牌对决 实在是胡扯瞎说 我如果有买 我当然就发无心量发 就算赌鸡牌或者含药膏 还是很难除去立委猪公们的怒火 我就没买啊 我只是干我什么事情呢 很多的职者在地方不断打电话来问 简讯来问 来问说到底有没有买 我妈你怎么也去买丝烟 就很轻浮 我是生气这一点 避免跟司烟案扯上边影响选情 立委心惊惊怕引火上升 快快出来灭火 华航也赶紧致歉 说是聊天引发误会 这完全不能接受 所显现出来所要检讨的 是华航面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完全不严肃 而且是一种嬉皮笑脸的态度 我们希望华航是要出面来讲话 但是要是讲实话 而不要去讲错话 有错的话 就更正道歉 全机可能就总统没买免税品说 引发虚然大波 也让司烟案一波未平 一波有期 记得陈盈隆 陈瑞翔台北报道